再来看的是本周美国将迎接一连串极端气候的侵袭 来看看在强烈的热冲笼罩之下 美国西南部温度飙高 往北的芝加哥跟东部的华府还有纽约 本周也都有可能在初夏就写下破纪录的高温 而周末南加州爆发野火烧掉了近15000英亩 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 而截至美西时间星期天晚上 只有2%的火势受到控制 当地州立公园已经撤离了1200人了 而附近的景点金字塔湖提前关闭 官员警告南边社区的居民 一旦火势往南推进 就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满山浓烟和大火 消防员奋力扑灭火势 美国加州洛杉矶郡爆发今年第一场重大火灾 州立公园被迫疏散上千人 野火沿着5号州际公路南部迅速扩散 两天已烧掉近15000英亩 根据加州森林防火厅 目前出动400人 70辆消防车和两辆推土机 但截至星期天中午 仅控制住2%的火势 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洛杉矶郡5号州际公路沿线和文图拉郡山区发布火灾危险宏旗警告 直到美西时间周一下午5点 这次大火从周六下午 距离洛杉矶西北96.5公里的戈尔曼开始延烧 之后往东南方朝内华达州的金字塔湖移动 加州州立公园管理局从饥饿谷公园撤离1200人 大火已吞噬两栋商业设施 当地高温低湿度和强风大大阻碍灭火行动 加州出动消防机在空中洒水 消防员也在外围设防火线好控制住火势 另外在北加州距离旧金山北边约130公里处 也出现小型野火 索诺马湖附近人口稀少地区 同样发出避难命令 不过本周美国要面对的还不止野火 还有冷热交替的极端气候 美国下至本周四才报道 但在强烈热穷笼罩全美下 接下来几天横跨美国十多个州 近200个地点可能将标出破纪录高温 除了极端高温 部分地区再加上湿度 恐怕将让酷热指数标上危险的三位数 亚特兰大居民带着孩子到细水区凉快一下 但极端气候不止影响人类 动物也一样 内华达州野生动物保护区就怕来自高原 寒末带的雪豹撑不住 设置了特别避暑空间 美国官方估计周日全美超过6300万人面临高温警报 从西南往北经丹佛到芝加哥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高温已迫摄氏44度 6月前两周的气温已比往年平均高出好几度 是史上最热的6月初 不过太平洋西北地区则异常寒冷 降雪网络及山脉北部移动 预计北部平原到中西部北部都会有强降雨 佛罗里达州上周已降下致灾豪雨 汽车都泡在水里 驾驶被迫汽车逃命 从周日起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已升高大雨警戒 热带湿气预计一路从德州到阿拉巴马州 带来超过250毫米雨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